在上周刚刚过去的S8总决赛八强赛的对决中,虽然赛事非常精彩,但是我们LPL战队的观众脸上不免有些许失望, 本时一路势如破竹的天之交子RM级战队在与第二的较量中翻了车,一瞬间这个恐怖的消息便摘满了个大头条百块,至此,全村人的希望就此倒下, 但是对于这个事实,我们观众不仅仅是不解语困惑,我们根本无法相信,一个中赛季初就一路哼扫而来,有着十多连胜的战队, 怎么会被一个所谓的欧美若绿所击败,至一声如烟火燎原知事铺天盖地传来, 形形色色的如,RM级是不是的假菜了,麻辣香菇同学是不是受到了虐待,小狗是不是感冒了, 云云,我看到的最脑洞打开的想法是,拳头公司肯定是在三行调整和装备属性, 你就直说,开挂了不就行了吗?说的这么官方的,生怕我们这些热心的粉丝看不懂,还是怎么的, 一些人,对于比赛理音的事情抓住不放,更有甚者还要去请资深翻译,来对一对嘴型, 不得不说,格上肯定是铁粉,至于说有的人吐槽教练族,说什么他都能看出来的BP与阵容, 你们这选的什么?大家能不能清醒一点,我们不犯是一些薄金上下的水平, 我们玩的和别人,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好吗?我们选人觉得开团不好,可以来个石头人,刺客不足上一大师, 但是玩和比赛那不是一个概念的事情,如果,我们理解的比教练都到位,我们为什么连钻石都算不了, 怎么我们没有被请去做教练,还有人说版本问题,什么是版本呢? 在英雄联盟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,比赛的这种百花齐榜,三鹿单带,双打野,各种玩法都有,只要我赢了,你能说我不符合版本吗? 版本都是玩家开创出来的,不是说官方公告,你要选哪套阵容,这是版本,你一定会占优,那还打什么比赛回家斗地主算了, 只能说成王败后,谁赢了谁就是版本,对于RMG帮冷出局这件事, 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面对,做一个理性的粉丝,把我们那些丰富的想象力留着去哄女朋友吧, 希望我们能带着热情与期待去观赏比赛,境界体育的魅力所在,就是它的不确定性, 去年的SKT也是差点让MSS先发,巴西已必须德国,美国难兰奥运会输给阿根廷, 当年的4396已是电信圈的国王,今天的UVI同样也可能会遭受这个待遇,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,我们应该记得曾经才用VN团灭对手时, 我们可以吹嘘好几天的日子了吗?不记得踏天秀操作时,我们朋友圈发的那一张张鬼里的动态图了吗? 食物可以喷,自闭可以吐槽,但是如果因此就放弃一只我们所曾经热衷, 并且用青春和梦想去支持的队伍,这不单单伤害了那些努力的选手, 更是对我们青春的质疑,前世不忘,后世之失,不色不留,不值,不行, 希望我们的RNG可以在失败中成长,相信中有抑郁,会原心中的梦想, 虽然老大哥老三掉队了,但是RD2G还在冠军中独战中屹立着, 我们LPL战区并未倒下,期待本周六的比赛吧!